這真的是不見棺材不掉淚 對不對 一定要太太使出殺手箭 對 真的 然後太太先生才有所警覺 真的 那高清淨 聽說你為了某些嗜好 把家庭擺在後面 我今天來告解 請主不容我 我其實我是一個身體裡面 住了一個很老的靈魂的人 我的觀念很傳統 所以我的前妻也是我的初戀 那二十三歲初戀之後 沒多久就結婚了 那因為那時候心裡在想 在當警察 我跟我說我的五子登科 對不對 人家說房子也買了 車子也買了 妻子也娶了 兒子也傷了 錢子也存了 所以就覺得說 把老婆公在家裡 她會照顧小孩 就完成 完成 對父母的交代責任 傳宗接代都做到了 可是我 從 我說真的 以前嫁給我的人 算很倒楣 以前嫁給我的人 我用現在的術語叫渣男不好聽 我以前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男人 我會吃喝玩樂什麼都會 那因為我所有的 後面那兩個呢 也會 後面那兩個就是 我就是懺悔 因為以前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男人 只是一直覺得說我是公家機關 我是一個警察 可是我最大的使命感 我覺得說今天破了一個案子 我心情很開心 可是我忘記對家裡 我好像六天沒回家 七天沒回家 一個禮拜我沒回家 我沒有去想過 不要去想這個 我也想說慶祝 今天破案晚上就是慶祝 所以我在當刑警 那一段時間我學會了 所有不良的嗜好都會 包括吃冰冰 吃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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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說我 我喝了酒之後 孩子說 我跟孩子講 這個寒假 爸爸帶你們來東京迪士尼去 去投 兩個孩子 兩個孩子都還小 應該是沒那麼順 這個暑假 我帶你們去東東東京迪士尼 去投 對 就是我們整個一家四口 一家四口 我們去東京迪士尼走一走 去玩個五六天 那就一天過去 一天過去 一天過去 那有一天孩子說 暑假過 爸爸不是 那是寒假 他爸爸不是要帶我們去玩嗎 我說有嗎 我說你們要去哪裡玩 他說你不是要帶我們去樂園玩嗎 我說好 當時承諾的是西京 結果我帶他去六福村 也不錯 不是 那我太太就很生氣 小孩子也一直記在心裡 言而無信 對 那當然隔了那個暑假 我就先訂好機票 就真的帶他們去東京迪士尼來 補償嘛 那我也是有一次 因為我結婚日期是一月十四號 離婚日期是十月十七號 所以我結婚日期我永遠都記在腦子裡 可是我每次都是我不懂得浪漫 可是我都知道那一天結婚要送我老婆 是什麼東西 那有一天也是一樣 外面喝了酒回到家裡 跟我老婆講說 我一天送你一個名牌包包 就掛在嘴巴了 對 女兒也在旁邊嘛 就結婚今天日大家就吃飯啊 所以我就在我太太面前講 講完之後 我又忘記這回事了 過了十年 對 我女兒長大了 念高中了 爸爸你不是要送你媽媽一個 名牌包 那個名牌包 我說有嗎 我忘記了 電影通常會寫十年後 我就真的找一年一 我也不知道 好啦快找到一年一 快去買一家包 晚上送她 我太太那時候哭到一個不行 我說等這個包包等十年了 你居然還記得 其實是我們找不到她提醒的 我根本就忘記了 所以我以前 太太哭喔 感動啊 第一次承諾 十年後承諾到了 我根本很快笑 太太說了什麼 沒有她就感覺到說 等了十年還是等到了這個包包 雖然不是很名貴 但是還是等到了 這是一個最大最大的一個 不好的行為 也不好的嗜好 我那時候就 怎麼講 我這個是 不應該在這個節目上講 因為不要學了 因為我那時候學到賭博 一開始是學打麻將 對 再來B13機 所以什麼賭就會了 我之間在賭博的時候 後懶上的那個牽球 那個NBA MLB 那個大聯盟 我喜歡的球星 第一開始是看籃球 我看那個胡人隊二十四號 Coby 我朋友說 這個Coby 出場一定贏的 我們公家 一人出五百 一千塊可以贏 九、五 所以我就那時候迷到籃球 我迷到她的身高 體重老婆幾個小孩 出生年月日 我都研究到一本書 比我的那個六法全數快還好啊 但是 會晚上就會想到 又怎麼闖 我老婆說 這闖什麼 空心球 空心球 會做夢 因為 你賭了一次 你就會賭第二次 那你賭第二次 NBA是打白天的 然後下午是台棒 台灣職棒 晚上打冰球 對 所以你都沒睡 你每天都 一直記這些球員 會錯亂 那我就跟我孩子講說 我不讀了 我發誓我不讀了 會拚 手會抖 不讀 明明就 不要看電視 不要看手機 這盡量 不想去聽這些任何的東西 可是奇怪 我越不讀 經過那個 走路都會看到那個運動財 裡面就 就籃球在比賽 我就會停下來看一下 沒有看 那時候很煎熬 我說賭博跟吸毒 這兩個真的會影響 你這樣拔 背後輸了贏 沒有贏過 沒有贏過 輸多贏少 可是那個時間等於是 完全沒有陪小孩 因為你在看球的時候 你不會陪小孩 也沒有陪家庭 失去很多 失去很多 後來我就決定了 從賭開始戒 這是你今天要告解的內容嗎 其中只一小巷 一小巷而已 等一下還有啊 還有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